是不講的 但其實這件事過去四年都沒有了 不過以前的確 起碼是1996年 2000年的時候是這樣的 所以就要看不同的地區 但是你問我 我個人都會同意 現在那個 正是 effective 那個 percentage 是比較有指標性的 不過我個人認為 暫時那個三個 size 都是太小了 那你會見到 那幾個三個 size 每個區域大約百多個人 嘩太小了 我就是想知道 它所謂滾動的意思 它是不是會堆起的 滾動的意思 不是不是不是 它滾動的意思就是 每次都是五天 滾動的意思就是 它拿過去五天 每一天 然後它每一天 譬如明天那個 就扣了五天之前的就沒有了 那為了滾動 變成到最後尾 每一天公佈的民調 就是它公佈之前的五天 那個民調的數字 所以呢 加一天就減一天 加一天就減一天 是的 那當然 那個民調 當然是去到最近 選舉 最準 所謂最準 最準 比之前的 應該這樣說 但是 暫時看 那個參考性 也不算太大 我覺得 我同意老師的說法 那個參考性 在於最重要的 是你在自己的陣營裏面 在香港來說 是泛民主派 以及建制派 在那個陣營裏面 那個relative position 是比你那個exual percentage 然後再加加減減 你自己的黨派的票數 的性質 譬如有些是高股的 有些是低開高收的 譬如以前的社民營 都是低開高收的 我相信人民力量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公民黨專門高開低收的 這個你也要加減下去 然後去做一些判斷 但是暫時出了三天 明天又會再有 不是很緊要的 為何會高開低收的呢 待會回來講 休息一會回來講 為何會高開低收 您留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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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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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